给你看个图 C919后面拖着一个降落伞一样的东西 那我问你了 这个伞是干嘛用的 第一个回答 这就是飞机的降落伞 防止飞机试飞过程中出问题 掉地上摔烂了 第二个回答 这是飞机的减速伞 就像航天飞机落地时候减速用的 这两个回答哪个对 其实都不对 首先看这个伞的尺寸 能看出来它并不大 靠这么小的伞 来作为几十吨客机的降落伞 属实力不从心 第二呢 现在客机也没有用减速伞的呀 太麻烦了 不知道呢 减速的主力还是机轮刹车 历史上倒是有客机安装减速伞 苏联的图104 因为这个客机是从轰炸机图16改过来的 保留了减速伞 说到图16 那可有的说到说到了 咱们国家的轰6就是从它来的 说到咱们国家的轰炸机 那可有的说到 实际上这个伞学名叫失速伞 这期咱就从这个伞出发 一起认识认识飞机极其危险的一种状态 失速 飞机失速并不是指飞机失去了前进速度 像个砖头似的扑通掉下去 而是啥呢 是飞机机翼的公角增加到一定程度 机翼所产生的生力突然减小的一种状态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呀 咱展开解释一下 之前我们说过飞机机翼的生力表达式 是这个 这个表达式里面 空气密度R 速度V 机翼面积A 这三个参数都很好理解 最神秘的就是这个生力系数CL了 你看NASA也说了 系数CL包括所有复杂的因素 通常需要用试验来确定 而这个复杂的因素之一 就是机翼的公角 公角又叫影角 是机翼的易弦和自由流之间的夹角 完蛋这句话一说你更懵了 先别着急退出啊 简单但是不太准确的说 公角是机翼与空气的夹角 机翼要想产生生力 你得有弧度 没有弧度也没事 如果是一块平板 那这个平板和风的方向不能是平行的 之间要有夹角 对于飞机往下压飞机屁股 飞机一抬头 机翼的公角就变大了 这个生力的大小和公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看个图 横坐标就是公角 重坐标是生力系数 能看出来 刚开始这个生力系数 会随着公角增大而增大 你看飞机在地上起飞时 会使劲抬头 就是为了增大公角增加生力 你瞧瞧 A340扛着五个APU 都还在努力抬头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不努力的飞机和汽车 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随着公角增大 生力系数它并不会一直增大 会有一个最高点 最高点对应的公角 叫临界公角 对于这个图公角差不多超过16度 飞机再往上抬头 机翼产生的生力就开始下降了 生力下降 小于重力 飞机就开始往下掉 而且掉得很快 所以简单理解 飞机失速 主要是飞机的头 扬得太高 最终导致飞机机翼产生的生力 突然减小 飞机高度快速降低 而且飞机失速 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非常吓人的违旋 尤其是对于小飞机 如果飞机两边的机翼出现了不协调的失速 也就是一边有生力 另一边没了 飞机就会绕着没有生力的那一特机翼开始转圈 边转圈边往下掉 这种状态 很可能破坏飞机的机体结构 不及时改出来 哎呀不敢想 把身份证含嘴里吧 那就问了 为啥会失速呢 马老师 在这个图的最高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学过流体力学了 会知道一个词 叫边界层 在最高点附近 机翼上表面发生了边界层分离 产生了高压区 导致机翼上下表面压差减小 生力也就减小了 你没学过流体力学 问题也不大 可以这么理解 在最高点之前 气流是贴着机翼表面的 很稳定 很整齐 但是随着弓角增大 气流就脱离表面了 开始变得很乱 最终导致生力减小 那如何解决失速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机头不要抬这么高 上不去就算了 别太要强 第二个 就是前面咱们讲高升力系统 说到一种设计 叫前缘缝影 这个前缘缝影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之后 就能在机翼前面形成一道缝 机翼下面的气流 通过这个缝流到上面 把上面那些混乱的气流给吹走 延缓了边界层分离 可以增大连接弓角 但是这只是延缓失速 指标不知本 你要是不听话 使劲抬头 它还是会失速 就是因为失速太危险 现在飞机设计的 都有失速警告系统 弓角如果太大 快失速了 会通过操纵感震动 提示音或者灯光 来提醒飞行员 飞机投入运营后 飞行员那是肯定不敢 把飞机开失速的 怎么安全怎么来 但是新研制的客机可不一样 研制阶段需要摸索 它的各种危险的边界条件 比如什么条件下会失速 失速了 怎么操作才能救命 摸索之后变成手册 也是以后培训用的教材 摸索的这一步 理论计算肯定是有的 但是也少不了实际是非 开头咱们说的C919那个失速伞 就是是非时候用的 故意开着飞机到失速状态 然后再想办法改出 改出失速 有严格的操作流程 具体应该怎么做 看视频谁会开飞机 欢迎补充 非常感谢 无论怎么操作失速都依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有可能通过调整油门和堕面 都没法改出来 尤其是高度不够的情况下 就会把飞机摔了 人类历史上有数不清的空难 都是由失速导致的 那个失速伞的作用 就是飞机失速是非的最后一道保险 如果常规操作都没法改出 就从飞机尾部把失速伞弹出来 利用反作用力 以及伞的阻力来拉飞机屁股 强迫飞机低头减小弓角 能明白吧 这个失速伞是在客机试飞阶段保命用的 你坐的飞机那是肯定不会有的 到这儿插一嘴啊 向飞机的试飞员们致敬 试飞员是一项很危险的职业 不只是C919这类民级的试飞员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军级试飞员 德国航空先驱奥托里林达尔说过 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 制造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试验它才艰难无比 试飞员才是真正的用命在工作 好 关于这个拱角 关于时速 介绍的差不多了 还是请那个观看视频会开飞机的朋友啊 分享一下关于时速该处的方法 或者经验 以期学习 以期进步 最后求打赏时间 为了不影响观看体验 我把打赏码放到最后了 而且这么枯燥的视频 你还能看到最后 那肯定是真爱粉了 你看心情 看能力 可以酌情打赏一下 一毛钱也是爱啊 谢谢大家 我是造飞机的马卡业夫 各位打车 咱下期见